請錦給李永不熟 明年 2008年 秋天到光州去了 看著大吃一驚 但是附近郊外的幼稚園導師 帶著四五十個小孩子 四五歲的小孩子 去參觀五一八自由公園 問問什麼是 你們看到什麼 他們就OiPALOiPAL 五一八五一八 他們知道那是壞事情 所以從小就是 五一八的這個 落印在他們心裡 最後也就是他們 最起碼精神的團隊 然後光州的高中 有一個高中 每年五一八的時候 班長帶著四幾個同學 趕到一個學長的墓園去期待 每年 那我想說三十幾年 他爸爸那一代的 根本不認識的學長 但是他們這種精神傳承 就一代 每年每年這樣接續下去 那我覺得我們在下一代 我們對社會的不公不義 不能再抱著師父乖起 必須要不管閒事 要著目了人的精神 而且你對歷史冷漠或是遺忘 一定重告復測 我們台灣人幾乎每個家庭 或是每一個人 或多或少都受到二二八的影響 二二八世界裡面 例如說 我們上一代家人 一告訴我們 以後絕對不能碰政治 不能搞政治 覺得不能念政治系 這是二二八的陰影所造成的 但是你今天不碰政治行嗎 你不碰政治政治會來碰你 我想4050院那個杜哥們就是政治來碰你的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你不碰政治可以 但是政治會來不然惹你 那我覺得必須從立法開始 我們兩千零七年很奇怪 突然之間朝野立委 把二二八補償法律改名為賠償比較厲害 但是內容一個字沒改 但是補償跟賠償意思是完全不一樣 補償是因為你受害人 我給你道義上的補償 不關誰是誰會 但是賠償就不一樣 就表示有加害者 而且加害者是錯的 給你賠償 那法律現在名死不死 名字叫做培長 但是內容沒有改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會 司法處理二二八 我們應該定個特別法來處理二二八 那麼已經預留了一個伏筆 我覺得我們應該給國會施壓 然後帶動這個相關的內容的修法 二二八其實應該走出悲情 因為坦白講 二二八過去從1987年到現在已經有點被政治化 被政治濫用 那很多人已經預信到二二八就非常反感 現在林建人根本對二二八沒有興趣 他只知道今天放假 但是為什麼放假 他不想去了解 那麼如果二二八能夠提升為一個 人權文化運動 那藉由這個人權文化運動 來重塑台灣的新價值 新的文化 那我在二二八基金會當總書之後 我們第一次打二二八總書國際 打韓國的五一八基金會 紀州四三研究所的所長 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請來台灣 在六十週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也進一步 跟五一八簽訂合作交流MOU 然後我去參加了紀州四三六十週年的紀念大會 也代表二二八在那邊支持 我今年是第六年到光州去 那就是剛剛畫面上看到那個國立墓園 選擇來到最後抗爭的激戰的地方 追墓館 在國立墓園的旁邊 那追墓館的門口 我們把這每一個國家有一個瀆窗 我們把台灣的最漂亮 其他的菲律賓啊 泰國啊 很多空的 跟那個宋基尹神父 真相和解委員會 我們跟他們的國家 跟委員會有很好的交流 我們進一步跟波蘭 留太大福山博物館的交流 就是館長 後面是神話 很少參加一個博物館會讓我們這麼挫折 難過的不得了 那麼去年我們參加光州的世界人權公司論壇 高雄是台灣唯一被認定的人權公司 這去年 這光州市長 高雄市政府的顧問 半區率 這是剛剛講的那個五一八的理事長金主派 他去年遇到熱血園區 遇到火燒島六十週年的時候 他一定要來參加 那麼今年 這是上個月十八號 文具去參加 代表高雄市去參加這個人權公司論壇 我們商量人權公司 看護我 大家都在貼入 那個人們 都在那stal市 但是 現在 這個人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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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